另外届意外的是 法国总统马克龙取消原定的度假行程 突然到访黎巴嫩 马克龙此行究竟是有着什么样的目的呢 我们看到法国总统马克龙 已经到贝鲁托访问 他实际上也是沿袭了 法国在这个地区的一个传统 因为在1975年之前 其实法国一直托管的这个国家 所以他有这样一个情景 他要继续在这个地区 施展影响 所以取消休假到贝鲁托访问 我觉得显示法国在这个地区的存在感 同时我觉得也在欧洲国家 也希望起到一个引领座 因为毕竟目前来看 欧盟内部 法国确实在地区事务上 在经济发展上 它是一个重要的角色 也是欧盟的一架马车 那么在这个时候 如果说马克龙引领的欧盟的一些国家 来伸出元首向里巴勒提供援助 可以显示出马克龙本人 以及法国政府在整个一个欧洲地区的这样一个领导作用 那么从现在来看的话 各方的反应还是比较积极的 对于法国的表现还是给予肯定的 但是法国到底能不能领导去一个对 巴勒对比利特国际大救援行动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大的问号 毕竟不同的国家有不同的利益 也有不同的对中东政策的考虑 所以马克龙此举应该说有一定的积极意义 但是我们不可能高估它的这个作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